好继续哪一关新台东县成功证明 布满镇长谢淑征失举 由陈信证明代表领衔提议罢免 那么第一阶段金补提过关 那么第二阶段连树先冷后热 那么罢免方三号宣布达标 并且递交1500份的连树名册 那么台东县选委会将在20号呢 完成查核 通过及召开委员会来公告成案 台东县成功证明布满镇长谢淑征失举 由陈信证明代表领衔提议罢免 第一阶段金补提过关 而在第二阶段连树罢免方三号宣布达标 并递交1500份连树名册 台东县选委会将在20日内完成查核 通过及召开委员会公告成案 成功证长谢淑征被控掏空证库 遭有抹黑行政怠惰 观光证件跳票等失职行为 四名证明代表以及百余名证明发动罢免 成功证长罢免案第一阶段提议罢免门槛 需达到116人 深查结果9人身份重复 进补题后达到128人 顺利过关 第二阶段需达到1156人连署 但是由于证明年长者居多 不了解公民运动 且不信任连署人保密机制 连署过程艰辛 民众刚开始的时候很不明白 要经过我们解释清楚以后 然后让他们才了解说 我们这个就是人民的一个权力 一个辜策嘛 那所以民众的意愿呢 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很热烈 本来打算想说能够 弄到1300分就可以 越过了就好了 但是很多人在问 打标了没打标了没 他们就主动的到我们的 那个办公室那边去连署 台东县选委员会表示 20日内完成有效人数查核 若通过门槛1156人 将召开委员会宣告 罢免案成立 20日起到60日内办理投票 收到提议人之领先人 他所送的共9册1500份 那初步的分数是符合 形式上的格式什么的规定 那接下来我们会有20天 进行这个联署人名册的查核 如果查核 他的有通过他的1156的门槛 我们在我们就会 召开委员会来宣告罢免案成立 如果他经过我们删除以后 未达1156人 那我们会请他在10日内 再补提一次 对此根据平民报导 政长谢淑珍表示 尊重联署人的抉择 所有公共事务经得起公平 坦然面对一切结果 而他也反指 罢免方制作不实影音 以及看板误导证明 另外也质疑 急在人不在的签署 有待何时 接判罪 真公正报道 不在意